无论是开海禁 还是倾障土地 伤害的都是那些人的利益 对他们来说 没有什么分别 只不过换了一个说法 崔夫人点点头 你懂得比娘多 说着低声道 不过你可要小心 外面那些人都瞧着我们呢 娘安心 崔夫人看着婉宁 当时求娶婉宁 她只是想顺着义婷的意思 让义婷娶个喜欢的女子回来 也就能收受她的心 没想到婉宁这孩子 还真就成了她的帮手 崔夫人叹口气 唉 其实有些事也不怪老爷 老爷是因为姑奶奶伤透了心 从前我们家和皇上的关系 是很好的 皇上不受先帝喜欢 老爷还处处帮衬着说好话 说到底这件事都怪我 那宅上的事 我没有处理好 婆婆说的是崔皇后的事 皇上登基之后 册封崔氏为后 难不成不是因为 对崔氏情义深厚 这里面到底有个什么样的秘密 婉宁才想到这里 宋妈妈进来说道 广东安查使孙家的小姐来了 婉宁笑着起身 孙二小姐是来找媳妇的 崔夫人挥手 快去吧 婉宁在屋子里见了孙二小姐 孙二小姐一脸的感激 立即向婉宁拜下去 多谢崔儿奶奶 大救我父亲 婉宁将孙二小姐扶起来 孙大人的案子 怎么判还要听皇上的意思 也不知能不能从轻发落 那就是家父的命数 孙二小姐勉强地露出些许笑容 总归是有些希望 两个人坐下来 孙二小姐看看四周 婉宁向佟妈妈点点头 佟妈妈带着下人退出去 孙二小姐明明嘴唇 一脸的歉意 之前来求崔儿奶奶帮忙 也只是走投五路 想要试探试探 所以有些话 我也没跟崔儿奶奶说起 婉宁不知道这孙二小姐 指的是什么 不过他们两个之间 只是第一次相见 自然有什么话 都是要说一半留一半 婉宁说道 这是人之常情 孙二小姐低下头思量 又抬起了头 我们家有个远亲表妹 嫁给了邓思昌的外甥 我那表妹跟我提起过 邓思昌通过窝人 买了不少的刀剑和马匹 是邓思昌的一个姓吕的幕僚 安置好的 我听到这话 一直觉得奇怪 这邓思昌要刀剑做什么 这些东西 不是都该朝廷播发的吗 难不成是军费不足 邓思昌才自己想法子 不过邓思昌那种人 怎肯做这种事 孙二小姐眼睛血亮 邓家被查 可曾查出这些东西 崔义婷没有说过 私藏刀剑和马匹可是重罪 高宗时 青州府的晋王 私吞刀剑 铠甲 就是因此得了叛逆的罪名 看到婉宁摇头 孙二小姐说道 兴许也是乱说的 没有这种事 婉宁很喜欢孙二小姐 孙家出了这样的大事 她还能冷静处置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孙二小姐说道 父亲肯定是要获罪的 等父亲的事定下来 我想要跟着母亲回广东去 外祖母和舅舅 可以照应我们 孙二小姐的思路清晰 知道自己将来要做什么 这样的性子 既然能来跟她说 这样的一番话 定然是对这件事 有几分的把握 邓思常囤积这些东西做什么 难不成是准备要谋反 婉宁送走了孙二小姐 门上管事来禀告 二奶奶 二爷回来了 崔义婷这一回来 仿佛整个崔家 都跟着松了口气 婉宁去垂花门迎崔义婷 崔义婷踏见内宅 目光就落在婉宁身上 婉宁嘴角擒着一丝笑容 一双眼睛如被泉水洗过一般的透亮 办好了外面的事 她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家 看到婉宁 她顿时觉得脚步更加地轻盈 更加地意气风发起来 她就静静地站在那里 如同在她心头上 崔义婷一把拉起婉宁的手 不等她说话 又将她拥进了怀里 崔义婷的官服上 有种风尘仆仆的味道 她的脸上 却没有半点疲惫的神情 反而更加地神采奕奕 婉宁抬起头来 却看到崔义婷 本来和煦的笑容 慢慢变得阴沉 燕青这是怎么了 是谁让你受了委屈 是父亲 受委屈 曾让她受委屈的人 要么已经挫败地站不起身 要么正在泥沼里挣扎 怎么能在崔义婷薄弱的 父子关系上再添败笔 眼看着崔义婷 去看童妈妈和洛宇 洛宇吓得额头上满是汗珠 就凑过来瞧她 婉宁忙说 没事 谁能让我受委屈啊 说到这个 她眼睛还真的有些痒 忍不住抬起手背 去擦眼角 是不是睡晚了 熬红了眼睛 那一双漂亮的眼睛 又红又肿 崔义婷皱起眉头 看正愣的落雨 快去请郎中来 落雨忙跑出去 崔义婷的目光落下来 仔细地在她眼睛周围转悠 眼睛里满是怀疑 生怕她是在说谎 旁边的童妈妈也忍不住 二奶奶一直好端端的 方才在屋子里还没有这般 崔义婷搂着婉宁进了屋 童妈妈举了镜子过来 婉宁仔细地一瞧 不由得失笑 没事 大约是受了疯 用冷帕子服一服也就好了 正是花开的季节 有些花粉过敏也是正常 她有时会觉得眼睛痒 可并没有放在心上 哪里会想到 崔义婷小题大做到这种程度 郎中被请过来 写了张药方 婉宁看着崔义婷 仔仔细细地安排人去抓药 洛宁拧了帕子过来 扶在她眼睛上 冰凉舒适的感觉 立即传来 婉宁输了口气 屋子里渐渐地安静下来 婉宁想要拿开眼睛上的帕子 瞧一瞧 手指却被拉住 耳边传来 崔义婷的声音 不着急 再过一会儿才好 想想崔义婷 巨傲的模样 哪里料到 她会有这般的体贴 在想什么 帕子遮盖住 她的眉眼 只露出 高挺的鼻子 和红润的嘴唇 婉宁摇摇头 正要说话 却有一股淡淡的清香传过来 然后是崔义婷 结实温暖的怀抱 崔义婷低声说道 有没有想我 她的神情不由一时恍惚 一片漆黑的眼前 出现了那个目光清澈的少年 鼻挺地站在马车前 认真地看着她 我喜欢你 你不要嫁给别人 嫁给我好不好 红了樱桃 绿了芭蕉 流光容易把人抛 转眼之间 她可不就是嫁给了她 婉宁刚要说话 一张口 一颗蜜饯落入口中 浓郁的蜜香过后 又有性子的微酸 她竟觉得有些微醺 竟被一颗蜜饯醉倒了 微微一动 眼睛上的娟子落了下去 她正要睁开眼睛 只觉得鼻端 有淡淡的木叶香气 接着唇上一暖 崔艺婷的吻已经落下来 长发轻轻触碰着她的脸颊 闭上眼睛 呼吸缠绵而又温柔 她也有过梦想 想要找到一个知心人 和她同甘共苦 相濡以沫 如今 得以实现 公布上书在崔家书房里 已经等了一个时辰 崔艺婷应该早早地 就回到家中 如今却仍旧不见身影 户部出了事 侍郎以上的官员 全都入狱 她也是突然被提到户部 战带户部尚书之职 闽着的一笔烂账 皇上期限七日内查清 她不可能派人去闽着 从头查起 唯一能做的 就是来求崔艺婷 谁叫福建的土地 是崔艺婷请账的 福建的茶叶数额 谁也没有崔二奶奶清楚 公布尚书等得满头大汉 吓人来说道 我家二爷那边一时走不开 恐怕是谁也不能见了 今天宫门外的场面 她是亲眼所见 大半个京城都被惊动了 也怪不得崔艺婷会忙 公布尚书只得先告辞 想要见这位崔大人 只能明天一早 在崔家府门前相后 这一晚 大半个京城 谁也不能睡个踏实 婉宁安安稳稳地睡了一觉 醒过来的时候 看到崔艺婷正靠在银枕上看书 崔二爷这般的悠闲自在 定然是已经将外面的事处理妥当 婉宁清了清嗓子 崔艺婷端了一盏茶过来 不是她爱喝的红茶 里面只有几朵泡的舒展的桂花 是杯清茶 崔艺婷说道 天晚了 少喝茶 也好安睡 婉宁也就只好这样喝了 放下茶碗 披上衣服 望着崔艺婷手边 一落落文书 每天都要看这些东西 也不知这心里 会不会觉得枯燥 忽然想起一件事 婉宁低声地问道 在福建的时候 二爷可在邓思昌的庄子上 查到一些马匹和刀剑 崔艺婷清亮地目光望过去 然后摇头 没有 怎么会这样问 婉宁就将孙儿小姐的话说了 崔艺婷微微地思量 邓思昌不过是个勋贵 要说她谋反 并没有那个本事 除非 除非是靠着某个藩王 崔艺婷微微地掀起了眉角 婉宁很想知道 她想到了什么 说起敏热的世家和勋贵 我倒是想起一个人 两人对视一眼 婉宁心里立即就有了答案 那个人不是被关在西门外吗 先帝在的时候 端王在闽浙领兵立国军功 回京之后 上了让沿海村民迁移的奏折 迁移沿海村民是为了更好地推行海进 所以这海上猖獗有端王的功劳 仔细想一想 张启成也是在闽浙一带立国战功 这些人原本都是在闽浙被提携起来的 崔艺婷说道 如今皇上要整治着闽浙贪末官员 如果他们有这样的算计 如今也遮掩不住 这根本就是挖了坑让我们跳进去 齐国猴脸色铁青地望着张启成 说是开海进 其实是派人在福建倾掌涂地 我们还将这精神都放在海进上 如今可是被打个措手不及 听说崔艺婷纵着七世在福建 明目张胆的大收茶叶 又结交海盗王炉江 他们还以为握住了崔艺婷的短处 其实根本就是崔艺婷放出来引他们上钩的 着实可恨 从邓俊棠出事到如今 一连串的打击不停地落在他身上 张启成只觉得胸口有一把刀戳在那里 让他喘不过气 又撕心裂肺的疼痛 闽浙多年的基业 就这样要功亏一篑 没有了闽浙的官员 少了勋贵的支持 他的大事就再也没有实现的一天 张启成的头发都要竖立起来 那个督察院都不敢再说话 那些御史严官都因为海禁在宫门外跪过了 如今也不好再上走折 他们将气力用在了不该用的地方 如今就等着让人随便地摆布 送走了齐国侯 张启成站在院子里 正正地看着天空 多少年的努力 就这样完了 完了 张启成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 耳边传来惊呼的声音 张家一片慌乱 张启成的病又中了几分 满屋子都是他不停歇的咳嗽声 朝廷上下如今是一片哗然 经理的市集却依旧热闹着 大量海上来的翻货 让人挤破脑袋都想要买到手 这样的繁华背后 却藏着那般的谋算 张传灵皱着眉头 听身边的小子禀告 公爵爷已经病倒了 夫人让爷回去 他此时回去又有什么用处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想要挽回已经是万万不能 他早就想提醒父亲 如今要休养生息 父亲对崔义婷早就红了眼 顾不得起他 这样怎么能成大事啊 张传灵不置可否 问向随从 崔家有什么动静 随从说道 这些日子 崔二奶让人买了些东西回去 烦火 这时候还能像寻常一样 买卖东西 仿佛个没事人伴 也难怪父亲要上当 随从点点头 崔家二奶奶 这个称呼已经在他耳边 变了几次 从姚家丫头 姚妻小姐 姚婉宁到那个贱人 崔二奶奶 不管是父亲还是姐姐 从前对崔二奶奶是毫不在意 现如今却是恨之入骨 这也是种本事 这样一个人 不可能随随便便 在这时候买些不打紧的东西 张传灵吩咐 都买了些什么 也给我买些送过来 随从应了一声 过了好久 才将两样东西摆在了他眼前 好不容易买到 剩下的都被崔家买走了 张传灵抬眼看过去 一朵脸盆大小的花 和包裹着绿叶的东西 这是什么 听说是 随从仔细地想了想才说的 玉书丽和西藩葵 那玉书丽听说可以吃 那西藩葵就是摆着的花 也没什么用处 既然没有什么用处 崔二奶这为什么要买这样的东西 想要借着崔二奶揣摩崔一听 他现在却发现 根本行不通 这两个人脑子里想的事 旁人别想挖出半分 张传灵回到张家 张夫人已经哭红了眼睛 见到儿子又掉下眼泪 你父亲的病 可如何是好 再这样下去 真只怕就要折腾垮了 病了 病不一定是坏事 张传灵吩咐管事 父亲病到 需要静养 从今天开始 不管谁上门来 一律不见 婉宁让人将马车赶到庄子上 马车刚停下来 贺大年就上来说道 都种好了 婉宁点点头 带着童妈妈几个过去看 田地里有几个人在忙碌 穿着青色的衣衫 再看地里长着的央苗 卷着袖子站在田梗上 婉宁向前走了两步 那人就转过脸来 一双眼眸神采奕奕 嘴唇微微扬起 露出了几分的傲气 脸上的几分硬朗 在见到她时 却变成了柔和的笑容 就连身上那平平长长的青衫 也仿佛变得不一般起来 婉宁 翠亦婷指了指前面的一片田地 还真的改成水田了